胖打人事件爆出了面包界常见的人工添加问题 也让不少人对于标榜纯天然的面包 恐怕都存有大大的问号 不过在台南有这么一个年轻的面包师傅 叫做杨世君 他却敢号称 他的面包都是天然酵母制作的 不怕外界的检验 也因为是用天然酵母发酵 他的面包从制作到出炉 每个至少都要等上五个小时以上 这位杨世傅才26岁 已经在面包大赛的国手选拔中得到了冠军 他说小的时候 因为特别喜欢中华一番漫画 受到了启蒙 励志要走餐饮路 那么当同学对未来都懵懂的时候 他已经在自己的领域上面发光发热 他有一点微酸的感觉 就是很有咬亲 台南观庙小镇上 小小的烘焙铺子里 有让人惊艳的天然V 酵母发酵的面包吃起来就不会有那种 就是说我胃酸了还是消化不良这样 邻居婆婆妈妈父亲肯定 帮忙广告的好面包 不是大师傅或是老师傅的得意之作 而是年轻小伙子杨世君的满满诚意 能够拿下全国技能竞赛烘焙冠军 才26岁的杨世君绝对有两把刷子 食材强调健康天然 进口的中高筋面粉创造欧式面包的韧性口感 最大的秘密武器还有这一桶天然酵母 天然酵母 培养这些气体 我们其实做面包要的就是这些空气 这些二氧化碳 这是葡萄干泡水 这些水就是我们要的天然酵母菌 那这是我们所的天然酵母菌 对然后有些老面就是从这个菌水去加面粉加水 加面粉加水重复养六天 然后去培养出来的老面 天然酵母菌要培养七天 养老面还要在六天 杨世君的每一块面包用的全是老面当作固定班底 不加任何的化学发粉改良剂 自然发酵酝酿出的淡雅甜香 是内行人懂得的好味道 不过面粉打成面团之后 光是发酵最短也要两个小时以上 就让人等得快要啼笑 就很麻烦了 所以面包店为什么不用 为什么不用天然老 不用百分之百老面 就是因为它太麻烦 杨世君的面包还是台客面包 外观十足洋味的欧式面包 其实台味十足 偏爱用台南在地食材 创造面包师傅专属的独特味道 他说这是吴宝春给他的最大启示 像是幼香桂花面包 干燥过的桂花 再加上新鲜柚子皮磨成泥 就是在茶饮店买饮料时 得来的敏感 柚子皮本身就有一堆香精在表面 就是它自己本身的香味 就是甘橘类的柠檬 柚子柳丁这种的 可是因为每个季节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每个季节 我都会研发不同季节的面包 真的是去饮料店 演了很桂花绿茶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其实柳丁 因为我们有学那个风味学嘛 面包整圆后还得要继续发酵 将近一个小时才能送进烤箱 趁着空档 杨士均把握时间熬煮新鲜苹果和土凤梨 要做的是苹果年轮蛋糕 我的话不喜欢用罐头类的 也是有业务来推销一些罐头什么的 我都叫他去看我的冰箱 满满的新鲜水果 业务就自己走回去了 半小时后 苹果凤梨融合成夏日丹风 前一天纯靠老面 已经发酵十个小时的面团 可以上场接力 大概要发十六到十八小时 十六到十八 对 下午就打起来了 对 这个做起来会很久 而且非常的湿润 它可以放三天不会干燥 面团先铺上黑糖增加甜分和香气 这是精致过的砂糖 无法比拟的粗犷味 把在地水果一圈一圈卷起来 还没烤熟就让人超级期待 不过一样急不得 要进烤箱前还得要等等等 六个小时 差不多六个小时 为什么放那么久 因为它没有加任何的酵母 它是用纯天然酵母去发酵的 对 它就是没有产气质非常的慢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慢慢的发酵 慢慢的发酵才会有香味 才会所有的产生乳酸菌 来产生面包的香味 外表帅气又有专业架势 梁氏君是百分百的型男烘焙师 会走向厨房这条路 他说除了爱吃 最大的启蒙者 就是小时候看的漫画主角小当家 中华一番 真的是中华一番 为什么 那时候就小时候 我们老师会放电视给我们看吃饭 然后真的看那个中华一番 就像是菜会飞 然后会发光 你就觉得 那时候就觉得 好像炒菜好像是很有趣的这样子 就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我就回家叫我妈妈叫我煮饭 帅气的厨师梦想 在心中随着年纪不断成长 高一念到一半 不爱念书的杨士君 决定朝着兴趣迈进 跟老爸提出要转念高职餐饮科 差点引起家庭革命 他们就是学 你就是要念书念大学 念高中念大学念上去这样才对 大吵一下之后 把成绩单都撕掉 那注册单全部撕掉 进了高职之后 杨士君就像是海绵一样 认真吸收所有的厨房知识 权势为了要证明 自己对未来有想法 不是儿戏家家酒 更不是大人眼中的草莓族 你就是刚转下去 一定要拿成绩给爸爸看 就是开始疯狂地考证 念餐旅管理系时 他为了参加全国技能竞赛 每天在学校烘焙厨房 从早上八点待到晚上十点 不断地照着书本实验 加上自己摸索 用各种在地台位当作个人风格 感动评审的味蕾 我坚持欧洲人的做法 可是我喜欢创新口味 它你光是一个桂园面包 就可以在世界发扬光大 烘成这个样子 那其他农产品一定也可以 最后拿下了烘焙类的全国金牌 成为父母的骄傲 真的是让爸爸可以去炫耀 因为像我说我爸爸很 算是家庭比较古板 他们就是有几个姐姐很会念书啊 什么的 家族的 对都很会念书 数学英文都很好什么的 然后 念到书的时候 对然后我们好像就是从小就是 就是不会念书都被爱比来比去这样 然后那次是真的拿了冠军之后 还上了报纸 我爸一大清早就逼我 早先去把报纸买一买 然后剪下来 然后就要去到处去讲 这款起司乔巴达 在意大利是没有馅料 直接沾着青酱吃的国民面包 杨世军因地质疑 加入九层塔和圣女小番茄 改良成为台湾人爱的内馅口味 你会咬一口 想到是九层塔 再咬一口是起司丁 再咬一口 不小心就找到番茄这样子 这一款真的是不爱吃面包的人也爱 顶着全国冠军的少年师傅头衔 杨世军在当兵时就在自己家里 利用脸书接单做面包 然后宅配换新台币 一星期做一天 一个月也有四万块的收入 比起一般大学毕业生的22K还要好 退伍后利用家里的小角落 开设工作室和面包铺 在小小的关庙 成为知名的少年面包达人 经过漫长的等待 优香桂花 苹果年轮 起司巧巴达和其他面包 终于可以出场见客 有那种扎实感 然后吃起来会有一点微香 有一种那种天然的感觉 对 以真正天然酵母慢慢呼唤 用漫长时间等待的好面包 在人工食品添加物横行的年代 更显得真心诚意经得起检验 做的每一颗面包的心情就是 我要把这个面包 随时都可以拿去比赛 朝着兴趣前进 添加创意 脚踏实地 双手揉捏自己想要的原生形状 杨世君期待成为下一个台湾之光 问他想不想成为第二个吴宝春 他的答案超级有自信 这是第一个杨世君 走自己的路 他是杨世君 要创造自己的台湾一番 这是第二个杨世君 打算好的